曲波带着一帮龙虎山弟子走了过来 到他对面 所有人一起跪下来 叶少阳等人赶紧上前 把他们都扶了起来 曲波十分激动 热泪盈狂 握着叶少阳的双手 不愿从地上爬起来 原来 对他们龙虎山来说 今晚是一个悲剧 连他们的掌门穆寒都放弃了 如果没有叶少阳和猪鬼联盟 不光自己现在已经死了 可能龙虎山已经不存在了 就算存在 也只是徒有虚名 再不是以前的龙虎山了 曲师兄 你快起来 龙阳师兄的尸体在哪里 曲波这才起身 带他们走进了偏殿 龙阳真人的尸体 已经被收拾到了偏殿里 安详地躺在了地上 身边还有几个龙虎山第一次的尸体 都是之前死在战斗中的 叶少阳逐一看了过去 最后来到了龙阳真人的尸体面前 静静地站了许久 之后来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在一些葡萄上 躺着逍遥飞 视线屋 静慧 还有好些个别的门牌的法师 四宝再次跪在了逍遥飞的尸体前面 常跪不起 他们都是法术界的英雄 应该永远被铭记的 叶少阳握起了拳头 望着地上若干的尸体 咬着牙说道 诸位安息吧 我这就给你们报仇 说完 拿出了董黄中 用了一刀 一刀人影飞了出来 是星月奴 星月奴头发散乱 衣衫不整 神色憔悴地坐在地上 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威仪 显得有些楚楚可怜 乍看到星月奴 大伙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几步 摆出了防御的姿态 不要怕 他的法力都被董黄中吸干了 现在 就是个普通的圣灵 东黄中能吸收镇压 在其中的圣灵的法力 这是叶少阳之前就发现的 然后这些法力会被东黄中连化 增强法器的实力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个功能 东黄中才会这么厉害 连正道强者也能擒住 星月奴 你还我师叔祖和师父的命来 曲波一见到星月奴离合就吼了起来 还试图冲上去被大伙拦住了 星月奴扎了起来 长着整衣衫和头发 望着叶少阳 叹了一口气 落寞地说道 我总横一声 没想到会落到这个下场 栽在你一个人间的黄毛小子手里 你很不甘心是吗 叶少阳转身吻的 不带一丝语气 成王败寇 没什么好说的 输了就是输了 星月奴微微昂头 带着一丝倔强 直到今天 你还坚持认为没有错 错 星月奴棱笑道 我当然错了 我错在一次又一次的轻敌 不过你能赢我 更多靠的是发气和运气 我输了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打算如何处置我呢 叶少阳静静地看着他 你觉得呢 星月奴微微一笑 你总不能杀我吧 为什么 你不敢 我为太医仙 是轩辕上帝关门弟子 你若杀我 后果不堪设想 什么后果 星月奴盯着他 缓缓地说道 你将不得安生 叶少阳 我不是在吓你 你别看你今天得势 谁都有失事的时候 到那一天 会有人替我报仇的 你余生将活在追杀之中 叶少阳沉默不语了 其余的人都焦急地望着他 等着他的决定 不过没人知道 他到底会把星月奴怎么样 他的身份 实在是太尊贵了 杀他就等于朱仙 光是自己内心这一关 都不好过 星月奴怕他犹豫 以为他是怕了 微微一笑说 你想好了没有 我的确 不好杀你 叶少阳承认 曲波等一些龙虎山的弟子 眼中的光芒立刻灰暗了 虽然他们理解 叶少阳的决定 杀了星月奴 这可是天大的干系 而且人是他抓的 怎么处置全在于他 别人没资格插手 星月奴眼神中露出了光芒 但是立刻被他一句话打压了 但是不杀你 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他们 星月奴震惊了 叶少阳指的指屋里屋外的死尸 还有张无声和道渊 我答应过他们 一定会亲手解决你的 祭奠他们 叶少阳 你不怕 我怕 叶少阳的声音打了起来 我怕将来在六道轮回中遇到他们 他们问我 我没法面对啊 我怕自己想起了今天 会后悔自己连兄弟报仇的勇气都没有 除了这个 我还怕什么呀 星月奴争住了 大伙也都争住了 龙虎山的弟子们再次激动起来 叶少阳上前用一道灵符将星月奴的魂魄收了起来 然后快步地走出了大殿 大伙急忙跟了上去 叶少阳一路翻身御令 来到了龙虎山的墓地 找到了道渊镇人的坟墓 在墓碑前 把星月奴又放了出来 一眼看到墓碑上的名字 星月奴面色立刻就变了 他终于明白 叶少阳是铁了心的要杀自己了 你还有什么一眼没有 叶少阳冷冷地问道 星月奴长塌了一声 站直了身子 微微昂头 努力维持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给我个体面 速度快一点 好 叶少阳答应了 还有 我想知道 在幻境之中 我揉碎了整个空间 对你展开了最后一击 就算你比现在强达数倍 你也不可能撑得过去的 你是如何毫发无伤地逃出来的 叶少阳从腰带里摸出一个东西来 冲它举了起来 靠这个 山海印 星月奴愣了一下之后 总算明白了一切 然后他点了点头 喃喃地说道 叶少阳 你会后悔的 杀了我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 你看不见了 枪的一声 长剑出手 一刀紫光松的手中飞出 从星月奴的身上极快地划过 叶少阳把七星龙拳剑插回剑桥 对着道元镇人的墓碑 在心里难难地说道 兄弟 你看到了吧 我给你报仇了 几秒钟之后 星月奴的元神碎成了两半 然后四分无裂 化作无数惊魄 五彩缤纷的 在半空中散开 逐渐都飞走了 宣元山长老 法术公会的领袖 名声冠绝天下 差一点就统治人间的正道强者 星月奴终于死了 他 至少也是个枭雄吧 望着漫天飞舞的惊魄 叶少阳心想 曲波等龙虎山弟子 跪在了道元镇人的墓前 嚎啕大哭 捉鬼联盟和风之谷的人 都静静地站着 一个个表情肃默 内心满是激动的成就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